好杜董你這個最近要出新書 特別教大家從月線來挑股票 特別這時候剛剛講 覺得現在是省慎樂觀 危機四伏 怎麼樣可以小心操作 這初選席要到了 我大概花了十點時間 才出這一本新書 他名字金周刊出的 他叫做杜金龍半世紀的賢古神經 半世紀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出一本書 叫半世紀 我對這個行為股價要久一點 非常尊敬 為什麼要安排6月24號左右 因為6月25號我太太生日 所以給老婆拍馬屁一下 很謝謝賢古神送給太太 對 太太說復利所得送給我更好 對 鼓勵 那個搞會 那這本書的話 為什麼它是一個比較在這個時刻 來的可以給投資人參考 是說因為我們台股是51年到58年 我們看一下我們哪一張基本座 就是台泥 因為它為什麼叫1101 就是第一支股票 從51年2月9號到現在 那整本書裡面 它就是蒐集了上市公司10人以上 從民國51年它有長線 像我們做技術分析的話 那個長線的最完整的AK線圖 那這個AK線圖的話 它長線的話一定要用10對數 所以你看到這邊台你最低點 7塊多有沒有 那最高是300多塊 那如果說按照我現在做圖 台泥現在40幾塊 所以你拿這個AK線圖 你就第一個拿圖來看的話 你就說你現在買台泥的話 40幾塊剛好是在3分之1底下 有沒有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這個波段目前 我個人認為是第七大循環的高點 如果因為我們股票市場有多有功 像高點現在不能夠買在相對高點的 高價位的股票 那如果你做長線存股的人 理論上你應該耐心稍微等待一下 我個人都認為 因為你漲了11年一個月 回的話大概2N加1 大概有比較長的時間 到明年的10月份 才是相對的低點 所以是23個月要回來23個月 23個月到明年10月份 這個是我目前規劃的 所以你在台泥這張圖 你可以在左 右邊你看你在台泥要什麼買 這是這一張圖 非常完整的 那應用一下台泥現在可以買嗎 現在是剛好在中間 沒有已經偏高的位置 大概因為我認為大坦上漲有限 下跌比較大 所以如果要買的話中間現在還有點貴 低一點的價位才可以 如果說你長線的話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應該還偏高 那這張圖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除了股價完以後 它這邊有一個EPS 就是賺多少錢 另外有EPS 完以後有股利 那我們股價除以EPS 就是貧益比 所以貧益比這樣算起來還是偏高 另外你有賺錢還要配股息 那股息除以股價叫做直立率 直立率算出來大概4%左右 如果以4%左右的直立率 目前定存0點多 應該以直立來講可以嗎 所以這兩個觀念就不一樣 參加除息可以 賺價差現在比較不容易 不容易 這是我們這個長線的 那另外我們在看這個AK限度 我說大家一定要掌握三大要素 價 這個完整的58年的價 量底下不是有 那個58年的液晶量 再來時間 時間這張最完整 因為58年的台股的走勢圖 所以來講 這個就是說 我們這整個 從台你總共蒐集300多支 那這裡面有 我們按照以前28類的分類去做的 所以這個很多東西把它拉長來看 就知道它的價位 在相對的這個中高低的這個位置 這個提供大家做參考 待會兒還告訴哪些落後部長股 蔡老師你現在這個時間 你教大家怎麼樣來操作呢 這時間點 這個時候 我再補充看一下 讓大家比較了解一下 現在的一個風險的位置 大概在哪裡 這個是標普500 對 那標普500 那這邊出了一根量 我當然因為這個是事務日 我本來不知道是事務日 我看一般來講 如果說這個沒有 沒有特殊的情況出這種量不漲 那個叫量大不漲 出量不漲 那本來還很開心 今天本來要下空單 結果是一個事務日 這種會一個 這個是平常都會有這種量出來 那注意一下這個支撐就好了 那我們再看一個就是 VIX恐慌指數 對 VIX恐慌指數上一次這個破底翻的位置 標了一波 對不對 然後做了一個頭肩頂 對 跟我的書一樣 跌幅滿足到了 就又來一個破底翻 又標了一下 好 那剛剛講到出書 還恭喜杜董 我的書是2014年3月初的 然後今年2020年5月20號 剛好520這一天全部賣掉了 2014到現在全部賣掉 對 我把所有的庫存拿來自己賣 那個最後賣完 我那個全部都捐獻 所有版權 大概一百四五十萬全部都捐獻出去了 很好很好 做公益 那剛好就是520那一天 那下一次出書 我可能 就可能要像杜董一樣 可能又是十年後的 你也要出一本半世紀是不是 半世紀的 我要像杜董學習半世紀的 那我們看 現在這個破底翻出來之後 它又形成了一個多頭的結構 那VIX指數呢 上一波的低點在這裡 那這一波的破底翻的低點在這邊 所以整個市場的一個恐慌 並沒有隨著那個指數 回到相對高點的位置 而沒有這個結束掉 所以這個VIX的話 除以我們講過的這個長紅 這個長紅低點 這個沒有破之前 這個恐慌指數 它還是一個多頭的結構 只是說它這個是 一個第一波大漲之後的回調 一個頭肩底下的回調 那現在有進入第二波的一個機會 所以相對上 如果說VIX指數 它是進入一個恐慌的結構 你不要看VIX相對的衍生性商品很多 台灣我後來看到熱門股 熱門股是VIX的ETF 之前快要下市了 那你再看看美國的看空VIX指數 兩倍做多 兩倍做多VIX指數 你是要上市從四十幾塊 漲到多少 漲到一千塊 超快的 所以VIX指數的話 這個也是相對上有一個機會 那所以在 反過來講 做多的 我還是強調一點 部位要控制好 因為VIX指數跟做多這個方式相反嗎 對 部位要控制好 那一定自己一定要知道 怎麼去設定一個退出的一個點 好 供大家做參考 好 那新台幣這波走勢翻身 大家發現都資產股也開始動了起來 現在怎麼選股 對 當然台幣強有利於資產題材了 不過其實資產股最重要還是說 有沒有實質進入到開發的題材 那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列舉幾檔資產的指標股 像南訪 南尾 四指 太風 育龍等等 大家發現這些股票的漲幅 你眼睛沒有看錯 這不輸給5G 資產股漲成這樣 甚至不輸給生技股 到底台股怎麼了 對 然後另一方面其實資產股 當然股價也比較低 所以真的如果市場認同的時候 蠻容易出現高%的漲幅 那我覺得這邊來講 後續幾檔 大家可以去追蹤研究看看 那當然第一個來說 南港 這個是也是老牌的資產股 不過實際上就是說 南港今年其實企圖性很強 我們看到它在這個電視廣告 最近猛打就是一個世界明珠的大案 那這個總銷金額有可能創下台灣史上的新高 再加上就是說之前商辦已經創下南港區域的一個銷售的新高價 所以這邊今年開始會進入到它長線 業績面實質入障的一個 算是發酵的一個時期 那另外來講的話 5521公信 那公信呢 因為也持有這個大南港案 土地持份大概持有14% 那這邊有一個實質的業外處分的一個利益 將要開始貢獻進來 那預估可以貢獻EPS5塊一毛錢 那我們待會來搭配K線圖 那再來看一下第三檔3024益生 那益生雖然是比較低價位的公司 那事實上它在中立這邊呢 也有大概4000坪的舊廠區 那也要開發為所謂的一個科技園區 那開發完成之後 這個估計市值可以上看到60億元 也超過它的一個股票市值 那大家可以看到益生的這個K線來講的話 這個是週K線 所以你們看到 在週K線經過長時間的打底盤程之後呢 那配合底部的放量 那如果能夠往上突破的話 這往往有機會呢 伴隨後面資產股的一個議題 它可能是走一個比較長線的一個上漲模式 那另外521公信呢 目前來看 它價位也低 那時也是經過打底 不過比較美中不足的時候 它量還沒放大出來 最近反而呈現有點亮縮的跡象 那頸線還沒突破 所以可能如果要操作這檔個股的話 就應該要再去觀察一下 它什麼時候能夠量價呢 同時有一個比較表態轉強的跡象 OK這個漲這麼多還可以追啊 其實資產股真的比較適合 就是反而要長線的資金 然後又有點耐心 因為其實資產股通常 不是一波到頂 它配合所謂的一個資產開發的時程表 或者說業績入障時間量 它會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公告啊入障啊 對對對 因為像階梯式的 所以我覺得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最重要還是 做好資金管理跟平均分配 不要說單壓哪個類股 那按照類股輪動的機會來講 應該很多個股 其實我覺得下半年還會有往上的空間 OK好這個端午變盤 然後現在就在這個位階比較高的時候 有哪一些可以再注意呢 我知道之前杜董喜歡講趴趴股 趴在地上 現在趴在地上的趴趴股應該不多了吧 都已經飆上來了 因為上次講的話 我在做那個長線的AK線圖的時候 很多傳產股不是趴趴雄 都已經破它的歷史新低 就像說以前友達是20年來 他上市20年來最低 秦賺是16年最低 可是目前因為都已經漲到快要波段高點 所以我今天就認為 有一個所謂落後補漲 現在還有落後補漲 傳產股 尤其像剛才講的資產股也是以前 不敢說要趕快賣就列出補漲還有這麼多 沒有沒有這個是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我們永遠手上都要有一些名單 如果說哪一天有幾點都是可以去參考 幾點可以買的 那我們這一次傳產股資產股 或是落後補漲股 我們可以說為什麼會漲 因為台商資金回流 30年前他們把台股賣掉 我們如果出去 30年落後回來 台股這些股票怎麼都是30年前的一個價格 所以才會有這樣 所以我們大概認為 這些傳產股或是落後的 它大概與機器比較關係 你會看到前一個禮拜 我們不是 楊杜董也挑了好多ETF ETF 我剛才少講一個說 如果要買 像買00632R 還一WIS 像蔡老師講的WIS 有沒有 買的有的是反向的 像反金的話 ETF是避險的 這個是我們大概一定要有備這個東西 那其實我們真正主流還是5G跟平蓋 所以這裡面 列在這邊 那另外我在傳產股裡面 為什麼都要挑龍頭 因為為了點數它龍頭一定會去拉抬的一個動作 這是我們大概推薦的一些類股的個股 給大家做參考 OK 這個是什麼時候介入比較好呢 因為我以波段來講 下跌的話 因為我認為現在是很尷尬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是除了傳產股玩 其他大家手上有這些名單 OK 好 平蓋股剛剛提到 請未來這邊跟大家介紹 蘋果其實今年大家最期待當然就是跟這個5G相關 今年的新規格重點就在5G 那除此之外還包含它的鏡頭的一個升級 那其實每年抓平蓋股就是抓能夠受惠於新規格 或者說出貨占比提高公司 那我列舉幾檔 那第一個玉金光 我想最近那股價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當然不過其實今年蘋果要注意就是說 它的後鏡頭呢 這個鏡頭的部分 它會從6P升級到7P 這個價格增加一倍 所以對玉金光來說不僅營收增加 而且獲利呢也會明顯的提升 那當然短線上面不用去追高 拉回的時候再來做留意 3105穩帽 這個是最主要就是受惠於蘋果同樣 它這個所謂的一個3D感測 以前是主要放在前鏡頭做人眼辨識 現在呢要把它用到後鏡頭 增加以後可能在VR虛擬實境部分的應用 那這部分它價格也會大幅提高 那最大的代工廠就是文貌 那另外3189緊碩 最主要就是在這個AIP的模組載板 目前呢只有它能夠供應 所以算是獨家供應商 所以今年開始猶虧轉盈 那明年獲利會進一步的起飛 那6278台表科受惠於mini LED 主要是這個精力的一個顆粒數量大量增加之後 打鍵難度增加了它的一個難度 所以它是比較獨到的一個技術門檻 最後一個2448經典 那最近當然跟這個龍達呢 宣布要合併成為控股公司 這個長線來講的話 也會受惠於蘋果的mini LED商機 不過上檔技術面有一些套牢壓力 必須留意一下這個價量關係的配合 OK好 所以這個是價量關係的話 要等什麼時候是一個比較好的 大家可以關注的時間 對 那我覺得近期來講的話 應該說突破之後 剛開始有點轉向了 應該是以6278台表科為主啦 那其他來講的話 相對大概都已經漲了一個波段 所以其實股價如果領先 基本面太多的話 就不用去追 等到拉回可能接近月均線的時候 再來做分批進場佈局 OK OK